综艺上 我被要求给影帝打电话借钱 打了三次 都被挂断 一众奚落嘲笑声中 影帝颤声发来语音 不要 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喝了酒 怕说错话 我怕我忍不住说 我好想你 可不可以 回到我身边 网友震惊 热搜爆炸 我是娱乐圈黑红女星 受邀参加一档直播综艺 综艺首个环节是整骨 要求五位嘉宾依次打电话 向当红影帝傅行乐借钱 傅行乐在圈内 是出了名的人狠话不多 虽然平时为人高冷 但若有人向他求助 不过分的他都会帮 也正因为此 导演为了节目看点 上来就要五个人 轮流找傅行乐借钱 打电话顺序 由抽签决定 而我一抽就是最后一个 因为一向风评不佳 网友纷纷嘲笑 越靠后 肯定越会被傅哥识破 沈大姐要倒霉了 谁想看她 我只期待 然然和傅哥打电话发糖 抽到第一的当红小花铃 依然只是羞涩一笑 行乐今晚好像有应酬 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到 网友更客了 天 然然都知道傅哥私下的行程 不是在谈是什么 铃依然娇羞拨通电话 半分钟后被接起 听得出那头的确有些吵闹 男人的声音却依旧清晰 有事吗 铃依然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阿月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 要多少 晚点转你 没有丝毫托泥带水 傅行乐答应得很爽快 天啦路 这答应得也太自然了 借钱 小情侣的把戏罢了 他俩也太甜了吧 然然叫傅哥阿月 咳死我了 傅哥也很宠然然 呜呜呜呜呜 他甚至都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就答应转给他 你小子别太恋爱恼了 我说 其他嘉宾也纷纷打去他 林依然红了脸 不说话 有了林依然打头 后面嘉宾进行的都还算顺利 只是随着人数增加 傅行乐的耐心在一点一点变少 到第四个嘉宾 他已经能抢先反问 你也要借钱 逗得现场人都哈哈大笑 对最后一个打电话的我 更隐隐多了些期待 在已经有四个人轮番找过傅行乐的基础上 名声向来极差的我再去 他会是什么反应 在一众看好戏的目光中 我拨通了傅行乐的电话 可铃声只响了十几秒 就戛然而止 只留下滴滴的盲音 与前四次截然不同的情形 让在场的人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是挂掉了吗 好像是 有人窃窃私语 顶着导演的眼神示意 我硬着头皮又打了两次 还是一样的结局 显然 不是巧合了 三次 全部被人为挂断 网友直接笑死 特么的 没想到傅哥也这么讨厌沈大姐啊 四个人找他借钱 他都借了 沈大姐的电话 他一个都不接 哈哈哈哈 正常我们傅哥是心善 但肯定也不想跟这种恶技斑斑的人联系啊 挂得好 沈夏赶紧自己退出吧 上这节目我都替他丢人 摄像机前 我捏着手机 无所适从 我只猜到他不会借钱给我 可没想到他会直接不接我的电话 或许现场气氛实在尴尬 导演终于也没再让我继续打 林依然关切地上前问我 怎么会这样 阿月不知道这个号码是你吗 我摇摇头 他知道 傅行月可能会拉黑我 可能会删除我 但我的电话 他绝不会不认识 因为我的尾号 是和他恋爱时特意挑选的 他的生日 分手后 也并未更换 见我否认 林依然很讶异 那他怎么 剩下的话 不言自明 怎么还拒绝接我的电话 连续三次 他是有多讨厌我 我想了想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他不想跟前女友纠缠吧 因为我打不通傅行月的电话 这个整股环节被迫结束 其他嘉宾开始高情商的闲聊转移话题 工作人员也上前切断 我的手机和麦克风的连线 但我的手机还没有锁平 被工作人员拿着 大概是误触上了什么 突然开始播放语音 小夏 不要 不要给我打电话 是一个有些颤抖的男生 虽然因为语气哽咽 土字有些模糊不清 但刚有四个人给他打过电话 这个声音在此刻 辨识度极高 是复行月的声音 在场的人都一愣 目光瞬间一向我 我也懵了 但新发的语音是自动播放的 手机还在继续放 我喝了酒 怕说错话 我怕我忍不住 我怕我忍不住告诉你 我很想你 想得心都碎了 我怕我忍不住对你说 我爱你 可不可以 回到我身边 复行月声音发颤 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委屈和破碎 麦克风将他的声音放大 一字一句 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 短暂的沉默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向我 林依然也试探着开口 这是谁的声音 我飞快地将手机静音 摁灭了屏幕就往兜里塞 面对大家震惊中带着好奇的眼神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 一个朋友 那是谁的声音太好判断了 但我绝对不可能承认 如果被网友实锤 我和傅行月谈过恋爱 并且还是我甩了他 我不敢想象我会被骂成什么样 只好默默挪到最边缘的镜头 试图淡化自己的存在感 幸而大家依旧高情商 并未继续追问 节目录制的间隙 我偷偷打开手机 才发现刚刚的事已经上热搜了 谁能告诉我 那些语音到底是不是傅行月发的 稍微对比一下 个人认为语音的声音 跟之前的电话是有点区别的 你认为个屁 有区别是因为傅行月 在那加嗓子装深沉 音色绝对是他本人 只是抽抽叶叶的 听起来才不太一样 救命 他还加 一想到傅哥居然是为了沈夏这样 我就想杀人 对啊 傅行月失心疯了吗 他说他想沈大姐 他还爱沈大姐 我请问我们然然哪里不好了 求你们别乱开炮行吗 根本就不一定是傅行月OK 对啊 只是一段声音而已 AI那么发达 鬼知道这是沈夏的什么新型炒作手段 看着网友们激烈不休的争吵 我又默默关掉了手机 幸好还有一部分坚持主见的网友在 不至于让我暴露彻底 出神间 林依然走到我身后 刚刚那个人 不是阿月吧 他突然出声 我吓了一跳 我跟这位清纯小花是娱乐圈的两个极端 平时也并不相熟 我犹豫着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已经主动说 毕竟我从没听说过 阿月谈过恋爱 此时我在愚顿 也能察觉些许他的意思了 我低下头 你可以去问他 我和傅行月的恋爱很隐秘 几乎没有外人知道 但林依然看起来和他那么相熟 怎么也不知道 他盯了我半天 踩着小皮鞋走了 刚送走林依然 节目组又宣布了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整股环节的高热度 傅行月将作为飞行嘉宾加入我们节目 也就是说 我要和傅行月一起录节目了 分手以后 我和傅行月几乎没有形成重合 但他一来节目现场 所有人就被安排一起围坐在大桌子旁 我和他面对面 看着眼前熟悉的帅脸 总觉得有点尴尬 偏偏摄像老师把这一小块区域限制得死死的 我逼无可逼 只好听着他们随意闲聊 默默低头抠手 话题变了又变 很快扯到傅行月被借钱的事情上 调侃间 有人问 话说傅哥后来是为什么没接沈夏的电话呀 我心里一惊 下意识抬起头 正好撞上傅行月朝我看来的视线 他总不会直接承认吧 但只一眼 他就漫不经心移开目光 那慧儿没听到 六个字 硬控所有人五秒钟 当时现场的人都很清楚 电话是被人挂断的 而非无人接听断线的 这会儿再问他 不过是想证实语音消息的事情 但他的否认 令人瑕疵 林依然则高情商的岔开了话题 这有什么好问的 然后笑眯眯看向我 我比较好奇 下下谈过几个男朋友 我一愣 不是 姐 你这话题还能再突兀一点吗 但十几双眼睛盯着 我只好老是回答 一个 说完 我偷偷瞄了眼傅行月 我这么说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吧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觉得他在努力压嘴角 像是在笑 结果网友精准捕捉到了我的神态 沈夏在干嘛 他好像偷看了一眼傅哥 嗯 他不会想暗示我们他谈过的那一个就是傅行月吧 就他那一天不炒作要死的体制 他只谈过一个 鬼信啊 但傅行月也没正面解释挂电话的事情啊 我还是觉得他们真有点什么 有你个头 傅哥体面人 能直接说是因为讨厌沈大姐吗 可是我感觉沈夏说一个傅哥看起来有点暗爽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喜误喷 杠精走开 并无嘲笑和讽刺的意味 如果有言论冒犯抱歉 只是单纯的觉得 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请杠精远离 不是孤儿 受过教育 非杠非黑 简单劳了一会儿 节目组搬来了任务 因为节目刚开始录制 场地内的许多东西还没有准备好 嘉宾们将两两一组共同改造录制场地 宣布完任务 导演眼神在嘉宾里转了一圈 盯着我 小夏就和邢月一起打扫一楼 可以吗 原本正在角落里悄悄摸鱼的我顿时一惊 小心翼翼抬眼 发现导演正一脸慈爱地看着我 打扫一楼没问题 但一定要跟傅邢月一起吗 我内心抗拒 但看着不远处满脸无所谓的傅邢月 花又只好咽回肚子里 好呀 弹幕没开二度 这导演会不会来事啊 然然在旁边都要失落死了 还不把然然跟傅哥安排在一起 就是 谁想看沈大姐啊 傅邢月没看到 然然不开心吗 你快去哄哄啊 我和傅邢月两个人留在一楼 很安静 我有些不自在 清洁工具都被拿出来 傅邢月四下望了一圈 已然熟练开口 你扫我拖 以前在家时 如果我要参与打扫卫生 都是如此 因此我下意识点头 行 傅邢月递了扫把给我 我顺手接过就开始扫 他盯着我半赏 抓住扫把感 无奈笑笑 从角落开始扫会更方便 还是没记住 我下意识想插腰枪枪他 却在扭头时不经意 撇见摄影机的红光后 瞬间乖巧 我客气道谢 知道了 谢谢傅老师 傅邢月有瞬间的恍然 但又很快恢复 认认真真跟在我身后 老师弯着腰一寸一寸的拖地 弹幕缓缓飘出几行问号 家人们 我怎么感觉这俩人不太对劲 嗯 傅邢月跟在沈夏后面 看起来好有人肤感 这是可以说的吗 那是因为傅哥本来就有人肤感 跟沈夏有什么关系 纯路人都知道 傅邢月平时不这样 苏这样低 而且他们看起来 好像一起打扫过N多次卫生 所以 那些语音就是傅邢月发的吧 两个小时下来 一楼被我和傅邢月 打扫得一尘不染 工作人员验收成果时 还打去我们 两位老师是不是在家经常打扫卫生 看起来很有条理呢 傅邢月很自然地点头 以前和前女友吵架 心情不好 就喜欢自己打扫卫生 周围人纷纷投来钦佩的眼光 傅邢月可真是居家好男人 女朋友回家看到干干净净的 气都没了吧 本就有些心虚的我默默往后缩了缩 我也不知道傅邢月这是什么怪癖 之前反正她一不开心 就把家里上上下下打扫一遍 但吵架中的情侣 哪是打扫个卫生 就能简单和好的 往往我还会故意鸡蛋里挑骨头 你这拖得什么地 都不能反光照镜子 傅邢月才只好乖乖道歉 真是歹毒啊 果然 面对这个问题 傅邢月浅笑着摇了摇头 也没有 但她生气的样子 也很可爱 大家顿时更起哄了 看不出来啊 傅哥私底下 竟然这么宠女朋友 只有刚从二楼下来的林 依然不太开心 她几次想要询问我 却又没能开得了口 网友痛心疾首 傅哥什么时候谈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在然然面前讲出来 我哭了 心疼我燃宝 脸上都已经挂不住了 都已经是前女友了还提 傅邢月你真是糊涂啊 服了 只有我感觉傅邢月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偷描审下吗 还有我 我都不敢说 她刚刚拖地的时候 眼睛都没从沈夏身上挪开过 那又怎么样 拖地看着人不是很正常 一天天就知道脑补 将每组嘉宾的劳动成果验收完毕 导演宣读了第一个正式分组的游戏小环节规则 对每个嘉宾轮流进行提问 测试嘉宾回答问题时的心跳值 按照总心跳值大小 依次排名 第一名和倒数第一 第二名和倒数第二 以此类推组队 傅邢月的情绪一向稳定 她被连续问了四个隐私问题 心跳值都平稳地处在60到65 直到工作人员念出我的名字 她的心跳值陡然变成80 你觉得沈夏 工作人员故意脱长尾音 傅邢月虽沉默 但心跳很快跃上90 主演的新电影 好看吗 傅邢月轻壳一声 好看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实时监测 心跳定格在110 网友狂扣问号 不是哥们你 救命啊 傅邢月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别人问你 遇到伴侣出轨 会怎么办 你心跳62 问你沈夏的新电影 好不好 看你标上110了 XDM我服了 我有点信他俩 以前是真谈过了 刚刚那些嘴硬的人呢 这心跳值不直接垂了 谁嘴硬了 人家紧张一下不行啊 信不信要是问他 然然他心跳130 狠狠点了 而且就算真谈过 我也只能说 傅邢月眼睛瞎了 八 傅邢月这一出 我在旁边 看得手心都冒汗了 按节目组织 搞事的性子 一会儿不会也问我 傅邢月有关的事情吧 结果 因为太过紧张 我一上场 仅仅只是坐在那里 心跳就已经是100了 负责提问的工作人员 都笑了 沈老师不用这么紧张 我看着身后的技术大屏 尴尬地摸头发 哈哈 没有 然后心跳默默变成110 看着大家含笑不语的眼神 我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毁了 一切都毁了 但也许是看我实在紧张 节目组没有太为难我 只问了一些不算刁钻的问题 网友却刁钻地找到了新角度 为啥这么看 沈夏有点子可爱在的 呃 其实我也想说 这姐们心里有点啥 全写脸上了 别把我笑死 沈夏这是一点事藏不住啊 感觉这种心跳都控制不住的人 不能耍大牌搞炒作吧 综艺都是有剧本的 你们是不是傻 心形洗白套路 别真给你陷进去了 但这是直播 而且心跳怎么作假 沈姐都快把自己尬哭了 不像眼的 笑死 有你们这种蠢人信了他 就成功了 一场游戏下来 我以600高分光荣垫底 而傅行乐虽然情绪稳定 却因为最后的心跳飙升 紧未列第二 第一是一名人气小歌手周寻 小情歌唱得很火 在网上也人气颇高 因为他拿了第一 我可以避开和傅行乐组队 在看他时 忽然觉得这人格外顺眼 周寻也很会来世 知道自己和我一对 立马主动拿了瓶旁边品牌赞助的饮料 拧开瓶盖后递给我 姐姐 我们是一对了 我赶紧接过 嗯嗯 谢谢 他朝我甜甜一笑 一切都很和谐 如果没有不远处 牢牢锁定我们的阴侧侧目光 没记错的话 那是复行乐的方向 不知是不是巧合 周寻恰好测了侧身 挡住了那道目光 分组是为了晚饭的食材采买 每组嘉宾需要以自己认为最优惠的价格 在市场寻找到对应的食材 我和周寻分到的是一些简单蔬菜 卷心菜 菠菜 芹菜 西葫芦等 这些东西应该很好买吧 周寻自信满满 我看了看任务卡上的图片 相比于别组的肉类等 我们似乎的确算是简单的 于是开心点头 我也觉得 结果 我和周寻刚在几个卖菜的小摊里比完价格 选择了最便宜的一个 正在菜堆里挑挑拣拣 旁边又有传来一个声音 红根菠菜的生长周期和日照时间更长 口感比白根菠菜更加鲜嫩 除此之外 通常选择叶片形状间和颜色深的菠菜 口感更好 我捏着手里的白根原叶片菠菜愣愣转身 傅行月不知何时正站在我们身后 目光似乎有些忧怨 周寻文言 崇拜不已 月哥 你还懂这些呀 傅行月颇傲娇地看我一眼 嗯 外面的东西不健康 都是我买菜做饭 我有些心虚地想躲开她的目光 傅行月却早有预料一般 抬不走到我身边 沈老师 怎么买菜都不记得了 我惊恐地看着她 不是哥们 这还有跟拍的呢 没看见吗 说得这么让人浮想连篇的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她又笑笑 以前拍摄的时候 你不是还请教过我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赶紧点头 对 有点不记得了 不好意思啊 心里却暗暗付费 她的确是教过我一些买菜的小贴士 但我确实记不住那么多 又不常买 她还哄我说什么 我不需要记 她知道就行 现在又搞这一套 周寻全然没有察觉 我和傅行月的暗流涌动 还在乐颠颠 月哥你也太贤惠了 你以后的老婆肯定很幸福 傅行月瞥我一眼 漠然片刻才说 希望她也这么觉得 我眉心直秃秃 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感觉 她在暗示我 傅行月很快买完了 他们组的任务食材 就一直若即若离地 跟在我和周寻身后 周寻挑出一个 又大又圆的卷心菜 这个怎么样 我忍不住夸她 这么大这么圆 你好会挑 周寻嘿嘿笑着 傅行月却淡淡一条眉 松散 捏着有空气感的卷心菜 口感才脆嫩 而且现在是春天 分量轻的卷心菜会更好 一时间 有些许尴尬 周寻挠了脑脑袋 默默地把自己 刚刚特意挑出来的 卷心菜放了回去 她动作小心翼翼 带着些失落 我看得有些不忍心 忍不住皱眉 傅行月 你 贴件摄像机 原本想刺她 又只好住了嘴 换成一句 你买完了就先回去吧 傅行月难以置信地瞪眼 虽然一时没有说话 但她的眼神 仿佛在无声地控诉 你要为了这个男人 赶我走 我颇无奈地捏了捏眉心 试图用眼神告诉她 不然呢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但傅行月拒绝了 我的眼神信号 并冷冷一挑眉 你们都没有买菜经验 最后只占价廉 不占物美 回去怎么交代 我被枪住 买菜确实是节目组的任务 我和周寻目前看来 也确实都缺乏经验 只好默默闭了嘴 于是 变成我和周寻在前面走 傅行月在后面指挥 这个西葫芦不行 颜色发白 这个芹菜叶子发软发黄 经步不易折断 老了 黄瓜要摸起来硬得才好 她对每一种蔬菜的优劣辨别 了如指掌 说话时也不刻意压低音量 以至于她所经之处 菜摊老板都瑟瑟发抖 甚至有人眼见她走这条路 悄悄拿不将自己的摊子蒙起来 那一天 傅行月简直成了菜老板的噩梦 跟拍虽然不如固定机位看着吻 却也完整记录下了我们的一言一行 因为傅行月 我和周寻的直播间都被挤爆了 网友看的直扣问号 妈呀 傅行月居然这么会买菜 笑死我了 我怎么感觉她一直在搞针对 但我又不知道她在针对谁 她在针对周寻 因为我感觉她有点不开心 小周和神姐在一起 有人懂我吗 我懂我懂 傅行月啥时候这么多管闲事过 那幽怨的小眼神 那阴阳怪气的语气 不是吃醋了我就倒立洗头 神姐护着小周快把傅哥气死了 笑得我打鸣 不是 神姐虽然不会买菜 但她很乖巧啊 这看起来完全不像耍大牌的人啊 谁懂一下我 我电视放着这一段 从来不看综艺的我奶都扔了老花镜 跑过来认真看了 我妈已经开始教育我爸了 影帝都会买菜 我爸买辣椒还分不清青红 笑死我了 回去时 我和周寻还被表扬了 因为我们买的菜质量高 价格好 周寻特别崇拜傅行月 真是多亏了月哥的帮忙 傅行月浅笑 我在旁边 不敢说话 因为傅行月以前 好像也这么带过我 刚刚她不止一次阴阳怪气 沈老师 没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吗 我 我真服了 出去买菜的嘉宾陆续回来 清点食材后 节目组让我们按照菜单 准备今天的晚饭 林依然细细浏览菜单 看到傅行月从旁边路过 下意识就叫她 阿月 你看 这几道菜 你是不是很拿手 傅行月脚步一顿 偏头看了眼 嗯 有人爱吃 我刚喝了口水 突然就呛得直咳嗽 周寻关切扭头 怎么了姐姐 我连连摆手 没事 嗨嗨嗨 网友 搜 这个友人 除了沈夏 还会有第二个人吗 在真CP面前 林依然就显得有点做作了 两位哥姐 不要太明显了 OK 沈姐她真的我哭死 只是个一点是 都藏不住的小女孩罢了 我真的不信她炒作 能那么自然毫无痕迹 早就说了 沈姐是被黑的 你们不信啊 信了 我真信了 我为沈姐道歉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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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加一 而且我现在有点 客审下傅行月 这对了怎么办 他俩还有复合的可能吗 沈姐那边看不出来 但是傅行月 就差把求复合撒字 写脸上了吧 为了让大家都有参与感 每个人都认领了 几道菜单上 自己会做的菜品 傅行月厨艺好 一个人就认领了三道菜 我认领了一道 我唯一稍微会做一些的 豆角炒肉 分好工后 就各自去处理食材 轮流长勺 在合作下 很快做好了 一大桌喷香的饭菜 大家都很有成就感 开始互吹彩虹屁 下下 你这个豆角炒肉的味道 也太好了吧 怎么做的 我被夸得开心 主动分享 很简单的 主要是调味料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白糖 老抽再加一勺料酒 搅拌均匀 有人听着听着 恍然大悟 诶 富哥之前 是不是分享过 豆角炒肉的秘方 跟这个有点像 大家纷纷附和 我却尬在原地 目瞪口呆 看向不远处的傅行乐 他还在媒体上 分享过这个 傅行乐 却只是安静 加了一筷子豆角炒肉 细细品尝 然后点头称赞 很好吃 嘴角含笑 人均福尔摩斯的网友们 已然顺着网线 扒到了那段起源 是傅行乐 为数不多的 分享生活微博 配图是一张 看起来喷香的豆角炒肉 配文 某人清传的秘方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白糖 老抽再加一勺料酒 搅拌均匀 还怪好吃的 稀稀 因为傅行乐 平常就不是个 爱在微博上 分享这些琐事的人 当时微博一出 就有很多人在猜 这个让傅行乐 越颠颠主动发微博的 某人究竟是谁 此时此刻 终于破案了家人们 他俩居然 五年前就谈上了 我的老天鹅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对劲 一向沉稳的傅哥 在那条微博底下的回复 全都很俏皮 透露着一种安娜不住洋洋 得意秀恩爱的气息 当时我就说 他谈恋爱了吧 你们还非对我说 那是他妈叫的翻白眼 没人发现 刚刚说到这个配方 傅哥以前发过之后 傅哥的嘴角 比AK还难压吗 其指 他从开始到现在 别的菜一道没动 还一直在吃那豆角炒肉呢 傅行乐 你别太爱了我说 再说一个细节 刚刚摆盘的时候 傅哥把他做的那三道菜 全都摆在了沈姐面前 是谁爱吃 我不用说了吧 再回到饭桌 除了观众 录节目的嘉宾里 自然也有人想到 去翻一翻 一翻出来 整桌人又开始 用一种暧昧不清的眼神 看着我和傅行乐 周寻压低声音凑过来问 姐姐 这个不会真是 你分享给乐哥的吧 哇 孩子 你要不要看看 你的乐哥在干嘛 傅行乐 虽然豆角炒肉 一口一口吃得欢快 但却似乎时刻 关注着周寻的动向 此刻他正眯着眼 目光紧紧跟随周寻 手里的筷子都捏响了 我只好说 一会儿再说吧 那个配方 的确是我告诉傅行乐的 那是我妈唯一 教会我的一道菜 但傅行乐这人爱撒娇 得知此事后 为了吃我一道豆角炒肉 甘愿用各种无理的要求来兑换 包括蛋不现鱼 猫耳 项圈 西装背带 他实在太懂得怎么拿捏人 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我第一次下厨给他做了菜 没想到这男人转头就发微博了 想起这些 我不自觉有些耳热 一张脸更是越吃饭越红 周寻再次发出了他的低情商拷问 姐姐 还没喝酒呢 你的脸怎么就这么红 我一时接吧 干脆一脚踩在他脚背上 他瞪大眼镜 好像大脑终于连接上了信号 看看住了嘴 但他的话激起了其他嘉宾的兴趣 对哦 快把下午买的酒拿出来 这可是咱们一起做的第一顿饭 怎么也得喝点小酒 我看着地上的三香啤酒 眉心一跳 我们一共才七个人啊 他们确定这是喝点小酒 而且 我悄悄瞥了眼傅行乐 这人 一向酒量不好 喝点小酒就醉得神志不清 他确定他能在直播上喝酒 但傅行乐显然并不担心自己 他从容地接过了别人递给他的酒瓶 摇摇一举杯 一口就喝了 林依然欲言又止 阿月 你是不是不能喝太多 傅行乐默然 先是看了我一眼 但我不解他的用意 只会以茫然的眼神 他笑了 满不在乎的摆摆手 能喝 今天开心 陪大家一起 哄的嘉宾们一片笑意 几轮下来 傅行乐的手边 竟然已经有了三个空酒瓶 脸颊也犯上丝丝唾红 有人发现了 担心 要不把傅哥的酒 换成没度数的吧 傅行乐还是不予回答 再次看向我 我隐约觉得 他是想让我表态 但众人面前 又觉得一时难以开口 沉默间 傅行乐又笑了 不需要 我没那么严重的 眨眼间 又多了一个空瓶 我看着傅行乐 没有丝毫要停的架势 心里慌得不行 我们彼此都清楚 他一旦喝醉 是什么死样子 在他说话 开始出现卡顿时 我再也坐不住 傅老师有点醉了 我带他回去休息吧 把所有劝他别喝了的人 都拒绝了 各遍的傅行乐 看着我 没有摇头 他不受控制地 靠在我手上 眼底是满足的笑意 网友直接原地开课 我算是看懂了 别人担心他喝醉 他都不理 合着是一直在等神姐发话 不不不 没有这么简单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语音吗 傅哥喝醉 一定是会胡言乱语的 他知道 神姐也知道 但是直播镜头前 怎么能喝醉呢 所以他故意喝 就是在逼神姐关心他 逼神姐在大家面前带他走 神姐被拿捏了 坐不住了 心机影地 天啦路 你们都这么会嗑的吗 谁让他们之间的 那个静姐儿 好嗑啊 傅行乐 还直接到神姐手上 救命 我带着傅行乐回了节目组的宿舍 未到旧情时间 宿舍房间里的摄像头还没有开启 我把傅行乐往床上一扔就想走 但他好像还没完全醉 一把握住我的手 将我整个人拽回去 我没站稳 险些倒在他身上 稳住身形后 我有些脑 傅行乐 你干嘛 他一双烈焰的桃花眼看着我 小夏 你还是担心我的 我皱起眉 你就是故意的 对吧 他从床上支撑起身子 滴滴地应了一声 嗯 我只怕我不故意靠近你 就再也抓不住你了 我心弦一颤 但依旧梗着脖子 那也不能这样啊 你要是真喝醉了说胡话 这是直播 谁来救你 傅行乐乖巧地看着我 不说话 我被他盯得心里发毛 又想跑了 他才开口 小夏 你知道吗 喝醉了说的不一定是胡话 我愣了下 什么 他握着我的手 认真看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还有可能是真心话 我将在原地 那天我给你发的语音 就不是胡话 是真心话 他声音柔和 又满是真诚 小夏 我是真的很想你 想得心都碎了 我脑海中仿佛有什么东西 蹦裂开来 傅行乐低下头 拖着我的手 将自己的下巴 放在我的掌心 眼睛一眨不眨看着我 小夏 我爱你 你心里还有我 对不对 其实和傅行乐分手的原因 是很小的事情 我因为拍摄动作戏意外受伤 他觉得心疼 提出让我不要再拍这种危险的戏 我当然是拒绝 但一向让着我的傅行乐 偏偏在这件事上也降 他觉得剧组提前布置过 安全设施的情况下 都会受伤 我的安全根本不能被保证 我觉得演员就应该承担这份风险 我们互相都不肯退让 于是不欢而散 分开后不久 我冷静下来 觉得傅行乐也是担心我 想要跟他再好好聊聊 才发现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都联系不上傅行乐 于是又生气了 傅行乐觉得委屈 吵架后的第二天 我就想要联系你 但是完全联系不上你 回到家 才发现你自己 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 连条内裤都不给我留 我又尝试了好几天找你 结果我找不到你 你在直播里跟别人营业 我才也赌气 我一愣 这倒是我没想过的背景 我当时意气之下搬走 把我送给傅行乐的东西 也一起扔了 埋头工作了一段时间 冷静下来 才发现自己早就被删了个干净 所以也一直以为 傅行乐肯定讨厌死我了 傅行乐撅着嘴 怎么会 小夏 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但凡你之后有尝试联系我第二次 你就会发现 我早就把你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 我 我赌气也不敢跟你赌太久呀 我被他叨叨的样子 逗得一时失笑 这么说 要我夸一下你吗 傅行乐点点头 又摇摇头 他脚狭一笑 不用 亲我一下就行 我 还没反应过来 嘴唇已经被某个柔软的东西 飞快啄了一下 傅行乐笑着看我 或者 我自取也行 我羞愤 无脸倒进被子里 他却 房间灯骤然亮起时 我是茫然的 摄像机开始缓慢转动时 我是傻眼的 镜头对准我和傅行乐时 我们都惊恐了 聊得太投入 忘记房间的摄像头 晚上会定时开启了 幸好此时此刻 傅行乐只是枕在我大腿上 并未有其他举动 但刚刚涌进直播间的观众 已然目瞪口呆 我去 这是我可以看的东西吗 我说呢 小情侣怎么一去不复返了 原来自己偷偷躲在房间里 腻歪啊 清汤大老夜 所以这是复合了 复合了 复合了 妈妈 我出息了 我的CP刚刻上就有糖吃了 傅行乐 你还能再小交付一点吗 你在沈姐白嫩嫩的大腿上干嘛呢 笑死我了 他俩好像刚发现摄像头 这个表情 哈哈哈哈 我飞快地把傅行乐的脑袋 从我腿上撇开 傅行乐也顺时一个猛子扎起来 端坐在床边 两两相望 陷入沉默 嗨嗨 嗨嗨嗨 刚刚还浓情蜜蜜的房间 此刻止于满满的尴尬 我本来想说我走了 但 好像怎么想 怎么奇怪 傅行乐端坐了一会儿 突然下定决心式地掏出手机 他修长漂亮的手指 飞速地滑动手机屏幕 我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 在疯狂滑动了 大约一分钟后 他闭上眼 深呼吸 然后睁开眼 对着镜头 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 既然你们都看到了 那也不藏着掖着了 反正我们又不是偷情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恋爱 是复合 和好 破镜重圆 重新开始 爱人不错过 懂 他语速飞快 噼里啪啦就说完了 本就没太反应过来的我 网友 你在懂什么 复合一下 把你小子没死了吧 沈姐在旁边 好可爱啊 萌萌的像只小猫 想如啊 傅行乐 你小子吃得这么好 你可别说了 傅哥正在监控我们的弹幕呢 一会看到又给他爽到了 什么 那更刺激了 傅哥看看我 你都这么说了 现场亲一个不过分吧 滴滴 抱一个也行啊 度一个都不指望了 嘻嘻 你们小情侣偷偷幸福 我就开心了 现场太过混乱 我和傅行乐莫名其妙 在复合后的半小时就官宣了 而在后来我问起导演 为什么不让人来提醒我们一下 摄像头马上打开的事情时 他捂着小嘴 一脸会莫如深的表情 我几乎瞬间明白 他也是故意的 导演乐不可知 那咋了 很多人喜欢你们呢 他们就想看这些 我看了 镜头内容没问题才连上直播的 小沈 不用担心的了 我 与其他人的调侃祝福不同的是 林依然来找我道了歉 她倒也坦然 我是想跟傅行乐发展其他关系 但没想到她那么喜欢你 跟傅行乐的亲密 的确是我演的 沈夏 你很幸运 对不起 当时在节目上 我只是还想赌一把 我没说什么 也没生气 她也只是说了无足轻重的几句话而已 但 回家后 我被傅行乐禁锢在怀里 不生气 为什么不生气 你都不吃我的醋 你还爱不爱我 她每问一句 就要在我的唇上狠狠地亲一口 我被她堵着嘴巴 说不了话 身体被她压着 也动不了 只能用眼神愤愤示意 傅行乐直接变态地开始亲我的眼睛 瞪我 你的漂亮眼睛是用来看我的 不要瞪我 小夏 你要用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我 看我是怎么和你在一起的 我羞得满脸通红 傅行乐将我抱在怀里 看到了吗 宝宝 闭嘴 好凶啊 宝宝 滚